你爱爸我没关系 反正就得赖上了是吧 我的妈呀 她在生活里就是这样吗 对 她平时也是 都是特别爱撒娇的一个人 她都是大听广众指向 都是 哎呀 媳妇亲亲 媳妇抱抱 你说 不是 今天还好 她没表现出来 她也不敢表现呢 这个生活里 听说她有很多这个 喜欢用叠词和其他的 一些特别撒娇的习惯 还说你截了瓶是吧 对 对 我还截了瓶 然后您可以看一下 你看 我不想吃饭饭 吃饭饭 睡觉觉 你说你都说吃饭了吗 睡觉了吗 都容了吧 还吃饭饭 不会好好说话 她的网名叫 不吵架就不舒服司机 对 这是我给她说的 因为我都觉得 她这个人都不吵架 不舒服自己 然后还有什么 救救救 都是自己开心的 打一本声在那 救救救 这是她开心的 这还不算呢 主持人我跟你说 那还有语云呢 语云只是放不出来 那语云 然后跟我说 我要说那个不开心的 自己都在那 硬硬硬 我难受 硬硬硬 我不开心的 你是个大老爷们的 我觉得她说不出来这话 你怎么说呀 不主持人是这样的 因为呀 我和她搞得像吧 她比较冷淡 你说我再不热情一点 没说着 你腿热情了吧 姑娘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啊 咱们就问回来了 其实第一趴听懂了吧 女生要跟男生分手 男生赖着不跟女生分手 那么就要问 女生为什么要跟男生分手了 什么原因啊 因为主持人都是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也经常因为一点小事 都是说分手 你像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吵架最多的 都是我上酒吧这个事 我觉得都是比较放松嘛 晚上跟朋友一起 聊聊天啊啥的 也挺好的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 我带着她去 她也没有那么反对 不让我去咋着的 都是跟着我去 然后但是她这个人呢 有一个毛病 喝完酒了都带哭 你说一个大老爷们 在酒吧 你说你喝完了都哭 你说你让我丢不丢人 那你少喝点啊 这不是咱们说的酒闹子 酒腻子吗 不是主持人 其实我也是一个性情中人 平时我不抽烟 也不喝酒的 不是你这跟性情中人 有什么关系 别污辱这几个词啊 你要哭你少喝点吗 就哭怎么了呢 哭完之后她都闹啊 闹啊 闹啥呢 都是你挨我了 你说当时那么多人 都开会给我整这个 就酒吧里是吧 对都在酒吧里 这是为啥呢 当时是早时呢 本来我就不喜欢去酒吧 那就别去 她还肥要我去 去就去 去了吧 然后她那些互捧狗友们 就一个劲就圈酒 我也生气啊 我就喝 然后都喝多了吗 就这样了 喝多了就哭是吧 就闹是吧 这还不是呢 都是后来的时候 然后她 那个不跟我上酒吧了 我也不带她去云兰 那你说她总之二话 我也没法带她去啊 不是 你既然你喜欢 这个男朋友 对吧 你挑的对吧 你喜欢人家 对吧 人家不喜欢去酒吧 你有谈了恋爱了 那你就少去点酒吧呗 或者不去酒吧 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非要叫着进去 非去酒吧呢 这酒吧里有什么呀 都是因为我 白天的话 我有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嘛 然后 对 然后我每天白天很累 然后晚上的话 我就喜欢去放松一下 你说要是我 我每天都说我自己回到家里了 就我自己 然后我就会老想一些事情 我就很不开心 那你为什么不接接一下 你男朋友呢 这不就谈恋爱吗 所以人家说你冷啊 我也跟他说 他理解不了啊 根本都 他没有办法理解我 所以其实 去酒吧是你 放松生活的一个 很好的去处 是吧 对 因为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爱好 那里有朋友 那里有了解你的人 那里有你爱喝的酒 对 那里有你不想见的男朋友 是吧 对 就明白了 不喜欢他 还有别的理由吗 还有都是 不懂你啊 对 对对 你接着说 还有都是 现在 因为现在我开这个 服装拱罗师嘛 然后的话 我会接触一些男客户 这个很正常嘛 卖服装嘛 男女的服装都有 我也不是说 我竟卖这些男服装 然后都是有一个客户追求我 给我送礼物啊 然后送饭啊 啥的这些 但是我从来没有收过 我一次没有要过 没收过 没有 从来没有 我也拒绝过 拒绝 对 我说你不要再追我了 我说我有男朋友 我以后要跟他结婚在一起的 但是你说人家 然后还要追我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他指到了 不信了 不干了 非得说 那你服装件别干了吧 你这二人可不信啊 那时候我一手创建起来的 我父母给我的钱 我辛辛苦苦干的 然后你说 然后我不干的不干了 我指着你挣那两千多块钱 养家是哪的呀 天天啥事都指着我 哦呦呦 委屈了 对 你这应该出面保护他呀 为什么就追我女朋友啊 不能说到回头来 欺负自己的女人 让人家开店 应该是你帮他想办法 去共同 去面对这个问题呀 没有 主任其实这样的 就是我宁可 就是在家里边 打扰让他 也不想让他被别人追走 不是你 那应该你变强 你保护他呀 让别人不敢来追呀 不是你的问题吗 我认为着我自己 没想到 这个窝囊费 那行 你这个哭我理解了 你接着往下说 姑娘啊 而且都是服装 第二这事的话 后来还干了一件 更让我生气的事 干嘛了呢 你说你说你作为一个 我男朋友对吧 你绑不上我也都算了 你还跟我绑刀吗 他干嘛 他干啥去了 因为我现在服装店 跟网店都有嘛 他说我网店上 写插评去了 我到最后不也跟你删了吗 那你为啥删呢 你自己不清楚吗 最后是主持人 我要跟他分手了 送了 跟我说 那我删了还不信吗 我给你道歉 我错了 我咋也不敢了 那还有啥用啊 你写都写了呀 可以啊 小子 哎呀 这人做的 有点问题了 这个前面你说不懂事 后面这 这有点缺德了 你是人间客户吗 不是 那你凭什么 给你写差评啊 他欺着我呀 他欺着我 就也欺他呗 行 这 这 这个手要是搁 我也得分哪